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雷雨 即时讯息就是针对了屏东还有台东地区 只是这几天都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 现在它也会逐渐的减弱 但是可以看到昨天是有热带低压通过台湾 而现在它来到了海面上又重新重整 变成了卢壁台风 而它其实速度是蛮快的 接下来就会往日本方向来移动 而且它往日本方向移动 西南气流也会东移 接下来中南部地区其实今天是个过渡时期 接下来天气状况就会好转了 更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尤其在南部地区 刚刚有提到了好大雨都要小心 而接下来在下半天甚至到明天清晨 雨势都会越来越缓和 天气形态也都会逐渐来好转 接下来看到未来的一周天气又会是如何 刚刚有提到周一的时候西南气流还是得要当心 因为西南风现在逐渐减弱中南部还是会有短暂震雨的发生 但是周二之后太平洋高压就会逐渐增强 各地也都会恢复到高温炎热的天气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雨势都会逐渐的趋缓 但是中南部刚刚有说了山区还是要严防大雨 尤其在北台湾还有东南部要严防强震风 都有可能到八到九级 另外今天适逢大潮除了大雨要当心之外 低洼地区也要严防海水倒灌 以上就是这一节气象资讯 现在时间镜头交换书睿 明镜头交换习近期间